离婚判决还没生效 女人却遭恨祸身亡 正要开始新的生活 怎么就那么命货 女人死后尸体遭抢 娘家夫家打成一锅粥 她生是我冯家的人 死也是我冯家的鬼 中美离成婚的女人究竟该由谁来安葬 她留下的遗产又该怎么分 吕小霞法官将为您讲述 女儿死后尹官司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这天傍晚张大妈老两口 有一搭没一搭的看着电视 等着女儿回家吃饭 饭菜已经端上餐桌有一会儿了 女儿还没回来 张大妈有些心焦 老头子 你说方子今天咋还不回来 不会出什么事吧 瞎想啥 快四十的人了 又不是小孩子 能出什么事 听老伴这么一说 张大妈稍稍心安了些 但是左等右等 还是不见女儿王方回来 打电话也不接 张大妈有些坐不住了 正要起身出门去找 电话响了 一看是女儿 张大妈赶紧接了起来 谁知 电话那头却传来了警察的声音 说呀 让他们家属赶紧去医院 他女儿王方出事了 已经六十多岁的张大妈 哪经受得住这样的惊吓 瞬间贪软在地 动弹不得 安顿好张大妈 老伴慌慌张张的赶去了医院 几小时后 老伴从医院回来 却带回了噩耗 女儿王方已经死了 张大妈一听这消息 再次晕了过去 原来事发当天晚上 王方在路边遭遇响截 在与歹徒拉扯的过程中 投镜磕在路边的基石上 歹徒逃跑了 而王方被送到医院后 却不治身亡 张大妈伤心一举 女儿王方真是命苦 刚刚和丈夫离婚 要开始新生活 却在这时遭此恨祸 王方死后第二天 张大妈正为了失去女儿 而伤心落泪 这时 打门外进来一个中年男人 进门便说 王方的遗体我要抬走 他生是我冯家的人 死也是我冯家的鬼 张大妈见来者不善 再丁惊一看 竟然是这个冯家 便指着来人破口大骂 你是我女儿什么人呀 你还嫌害得她不够呀 你给我出去 说着便脱下鞋子 朝来人扔去 于是家中的亲属 便一起上前 把来人给轰了出去 不承想 自从那天 被张大妈赶出门后 这人每天都带人到张大妈家闹 摆出了一幅 不带走王方遗体 就是不罢休的架势 原来 这闹事之人 不是别人 正是王方的前夫 冯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呀 王方和冯磊 结婚已经十几年了 儿子冯小明 都十五岁了 但是他们的生活 并不幸福 王方呢 长得不错 是个小学老师 平时做做家教 每月能挣到四千到五千元 在这个小城市里 算是高收入 冯磊相貌平平 多年前就从粮食公司早退 一直也没有正当职业 每个月呢 除了粮食公司给的一千五百元补贴外 就再也没有其他的收入了 这各方面 特别是经济上的差异 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 他们夫妻俩呀 更是冷暖自知 两口子经常为钱的事吵架不说 王方还怀疑冯磊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近几年呀 更是越闹越烈 俩人还分了居 今年初 王方提出要与冯磊离婚 冯磊不同意 王方便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 就在十几天前 法院刚刚下了离婚判决书 如今女儿死了 俩人也离了婚 前女婿冯磊 却来要女儿遗体 在张大妈看来 这纯属是滋事 张大妈自然是不答应 一见张大妈这态度 冯磊也叫上了劲 是 我和王方是到法院离婚了不假 但是法院的判决还没生效 王方就没了 所以王方还是我老婆 我老婆我不安葬 谁安葬啊 听冯磊这么一说 张大妈愣了 心想 王方和冯磊不是拿到离婚判决输了吗 有什么生效没生效的 契机之下 张大妈把冯磊赶出了门 可张大妈心里并不踏实 冯磊为什么会说离婚判决还没生效呢 为了弄情究竟 张大妈来到了法院 接待张大妈的是王方离婚案的承判法官 李法官 一听王方去世了 李法官也吃惊不小 下判决的时候还见了面 这才没几天 王方怎么就突然去世了呢 张大妈便鼻涕一把泪一把的 讲述了王方去世的经过 并说了女婿冯磊跟他抢遗体的事 说完 张大妈赶紧问道 李法官 那判决书上写着判决他们离婚 意思就是这婚已经离了吧 一听张大妈有这样的疑惑 李法官忙给张大妈解释了法律的规定 原来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当事人接到法院判决后 在15天内有上诉的权利 15天后仍没有提出上诉 判决才生效 而王方刚好是在判决书送达后 第11天时遭遇的意外 判决还没生效 因此王方死亡时 与冯磊的确还是夫妻关系 张大妈一听急了 说了半天 那他们还是没离婚呗 那我女儿的遗体可怎么办呀 我是他妈 我还没权利安葬我女儿了 的确 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 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 目前没有明确规定下葬权的问题 但是按照本地的风俗习惯呢 既然王方死亡的时候 和冯磊还是夫妻 这王方的遗体呀 还是应该由冯磊来安葬 张大妈一家只需要参加葬礼就可以了 当然了 张大妈觉得女儿生前拜冯磊所赐 没过上好日子 这领了了婚没离成 还要让冯磊来安葬 觉得委屈了自家闺女 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考虑到张大妈老两口年事已高 经济条件也不宽裕 理法官就建议张大妈 还是按照本地风俗来办丧事 一来呢 王方已经没了 他和冯磊毕竟夫妻一场 让他丈夫送他最后一程 也可告慰王方孤苦的亡礼 二来呢 这王方离婚 除了觉得跟冯磊不合以外 主要还是怀疑冯磊有外遇 现在冯磊竟然主动要求安葬王方 那就随了他的心愿 也算给他一个赎罪的机会 听了理法官的解释和劝慰 张大妈倒也想通了 表示同意让冯磊安葬王方 本以为双方都满意 张大妈家的事就算是解决了 可没想到不几天 理法官又见到了张大妈 女儿下葬问题刚解决 张大妈却又把女婿冯磊告上法庭 王方去世以后 冯磊就不再给孩子送生活费 为外孙讨抚养费 张大妈却不准外孙和冯磊父子相见 冯磊没本事挣钱不说 还在外面搞外遇 他不是一个好父子 彼此看不对眼的岳母和女婿 又该如何解决孩子的抚养费问题 内蒙古自治区华德县人民法院 吕小霞法官将继续为您讲述 女儿死后引官司 原来这张大妈带着王方15岁的儿子冯小明 把冯磊给告了 要求冯磊给付冯小明今后的抚养费 原来王方去世以后 儿子小明就一直住在张大妈家 冯磊时不时的给孩子送些钱物 王方在世的时候 张大妈跟冯磊的关系就不怎么样 王方去世以后 又因为争遗体闹腾了一场 所以没多久 冯磊就不再给孩子送生活费了 张大妈说呀 他们老两口都60多岁了 家里就靠着老伴给工厂看大门 挣的900块钱 还有每个月300块钱的低保来过日子 张大妈还患有高血压糖尿病 光是治病 每月就得花掉400多 冯磊断了孩子的生活费 张大妈祖孙三人一个月下来 靠剩下的800元很快就捉襟见肘了 小明学习要花钱 又正是涨身体的时候 没钱可怎么行 张大妈只能找冯磊 但是几次与冯磊交涉都一个结果 生活费呀 没有 听完张大妈的叙述 李法官也觉得奇怪 王芳去世后 冯磊作为小明的法定监护人 理应抚养和照顾孩子 现在张大妈老两口带着小明住在一起 已经负担很多 冯磊有什么理由拒绝给父孩子的抚养妃呢 为了查明事实 李法官找到了冯磊 冯磊话很少 但倒是严谨一概 一问才知道 王芳死后呀 张大妈一直都不让冯磊见小明 冯磊一生气才拒绝给钱的 人家是亲生父子血浓于水 这张大妈又为什么不让冯磊见小明呢 李法官会见完冯磊 又连忙给张大妈取了电话 张大妈一听法官问这事就说了 冯磊没本事挣钱不说 还在外面搞外遇 就这种人 我能把小明放心的交给他吗 孩子已经15岁了 可不能让他那个没出息的爹给带坏了 以后他再娶了那个女人 对我那外孙不好 我可受不了 还不如啊 现在就不让他见孩子呢 李法官这才弄明白事情的原委 矛盾根源呀 还是出在张大妈对冯磊的偏见上 这张大妈从根上就认为 冯磊他不是一个好父亲 但不管什么原因 张大妈不让他们父子相见 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呀 为了能让冯磊父子相见 李法官便法理结合 又给张大妈做了一番思想工作 也许是听进去了李法官的话 也许是为了尽快给外孙拿到抚养费 张大妈最终算是同意了 让冯磊见孩子 冯磊这边一听说张大妈同意他随时看望儿子 便痛快的答应给钱了 最终呢 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 冯磊每个月给付小明1300元的生活费 直到小明20周岁 调解很成功 冯磊能如愿的见到儿子 小明的生活费也有了着落 张大妈的气也理顺了 案子也圆满的了结了 但李法官呀 万万没想到 这抚养费案件调解结案没几个月 他却再一次受理了张大妈起诉来的案件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张大妈这次又是要唱哪一出呢 原来张大妈这回是到法院 向冯磊要他女儿的遗产 通过交流 法官明白了 其实对于张大妈来说 心里一直过不去的那道坎儿 其实是和女儿一样 怀疑冯磊有外遇 他怕女儿辛辛苦苦攒下的钱 最终落到了别的女人手里 所以张大妈这才又一次把冯磊告上法庭 要冯磊把王芳的遗产全都交出来 为了女儿留下的遗产一个不漏 张大妈还把遗产细细清点了一遍 张大妈说呀 女儿王芳去世以后 单位给了一笔丧葬费 一笔抚恤金 还给王芳补发了一部分的工资和住房公积金 这些钱加起来少说也有五六万 而且王芳生前还有一些存款 但这所有的钱全都被冯磊给独吞了 这钱不给也就算了 王芳留下来一套平房一套楼房 这冯磊也是黑不提白不说的霸掌 这两套房少说也得值二十万 事情真像张大妈所言吗 庭审的时候冯磊反驳说呀 我没有不给 王芳单位的那些钱真的还没算下来 再说小明姥姥这要求也不合理呀 遗产都给了你们 我怎么生活呀 同时冯磊还认为 他和王芳并没离婚 就算是要给张大妈遗产 那也应该先扣除他的那份再说 那么现在王芳已经死了 冯磊和王芳用没离成婚的情况下 王芳留下的遗产应该怎么分配呢 根据我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 冯磊和王芳婚姻存续期间的所得 属于他们的共同财产 王芳死后 他们的共同财产应该先分出一半 归冯磊所有 剩余的另一半才能作为王芳的遗产 让冯磊小明和张大妈老两口来分配 听了李法官的解释 张大妈赶紧问道 法官那现在到底哪些是他们的共同财产 哪些是我闺女的遗产呢 法官就解释了 根据我国婚姻法第十七条 婚姻法解释二 第十一条 以及继承法第三条的规定 本案中的房子存款 补发工资 住房公积金都应该是王芳和冯磊的夫妻共同财产 要先分给冯磊一半 另一半再与丧葬费和付席金 由冯磊小明和张大妈老两口均分 对于夫妻共同财产中 后来呢 和各类费用的数额 遗产分割时呀 才能计算的清楚 因此呀 依据张大妈的申请 法院就去房管局银行 以及王芳生前所在的单位去做了调查 结果呢 法院查明啊 这平房的产权所有人 的确是冯磊的父亲 与王芳和冯磊 没关系 而关于现金部分呢 王芳在银行的存款 有一万元 王芳单位给家属的丧葬费 也是一万元 抚恤金是两万元 住房公积金一点六万元 补发工资一点四万元 总共呢 是七万元 其中一万元的丧葬费 已经被冯磊给领走了 其余的费用呢 仍然还在王芳单位的账上 这样看来呢 双方争议的所有财产和费用 就一目了然的摆在了桌面上 共同财产中的钱好 茶也好分 可房子只有一套 分给谁成难题 无论是判给哪一方 另一方 想必也是心有不甘 张的妈不愿房子 归给冯磊和第三者 却得到意外的答复 冯磊无奈的干笑话 再退 我跟谁在婚呀 女儿口中冯磊的外遇到底是否存在 双方最终又将如何对待这场遗产纠纷 内蒙古自治区华德县人民法院 吕小霞法官将继续为您讲述 女儿死后引官司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 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 按照咱们前面的分析如果判决的话 现金部分各类费用 各类费用七万块除了丧葬肺腐续金由冯磊小明和张大妈老两口平分以外 其余的费用都是一半给冯磊一半四人平分 这都好办 但是房子现在只有一套 无论是判给哪一方 另一方想必也是心有不甘 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 李法官知道像这样的继承类案件 判决后纠纷是解决了 但当事人之间的亲情往往会留下硬伤 为了更加妥善的化解纠纷 李法官决定给双方进行调解 李法官琢磨 对于房子冯磊占一半以上的份额 而且根据他的现实情况 这房子给冯磊也更符合常理 但是张大妈恐怕不会轻易答应 所以只有让冯磊在现金部分做出大的让步 张大妈才有可能在房屋所有权上送口 打定主意后 李法官便找到了张大妈 张大妈老两口对这个女婿早就没有了任何感情 她说调解可以 但是房子肯定不能给冯磊 我女儿王芳辛苦一辈子就留下了这套房子 这日后冯磊要是一再婚房子就成别人的了 所以张大妈呀 是宁愿不要钱 也要要房 而冯磊这边呢 由于老太太几次三番的跟自己过不去 不让他见儿子不说 还窜兑着他儿子 左一次右一次的将他告上法庭 他也是憋了一肚子的火 不但不在现金部分做出让步 而且呀还坚决要求房子归自己 双方的态度都很坚决 调解就此陷入了僵局 到底该怎么办呢 忽然李法官想到了小明 小明也是当事人之一呀 如果房子给小明 估计张大妈和冯磊都不会反对的 房子的问题要是解决了 其他的也就迎刃而解了 有了这个想法 李法官赶忙去找了冯小明 听了李法官关于房子的提议 小明呀不但表示同意 而且还高兴的说 这样最好了 爸爸终于不用流落街头了 接着李法官就赶紧去找了张大妈 谁亮 张大妈一听这个主意 冷笑道 这可能吗 冯磊要娶后老婆 他能把房子留给他儿子 听到这句话 李法官明显 张大妈的心结还是在冯磊的再婚问题上 一家人的矛盾也正是源于冯磊的外遇婚播 那么冯磊是否真打算再婚 他会同意把房子给儿子小明吗 李法官带着这些疑问 又一次约见了冯磊 当被问及是否有再婚打算时 冯磊无奈地敢笑道 再婚 我跟谁再婚呀 原来呀 这冯磊的外遇一直都是个误会 他说呀 前几年自己的女同学和她丈夫闹矛盾 让冯磊帮忙去当和事佬 王芳就觉得这女同学跟冯磊关系不一般 非要闹个不休 其实呢 冯磊出面帮忙 就是因为当初他是那夫妻俩的媒人 之所以没跟王芳说清楚呢 是因为冯磊觉得呀 这子虚乌有的事有什么好解释的 结果没想到竟闹到了离婚那一步 而且还被张大妈一直误会到现在 当冯磊得知张大妈是担心自己再婚后对小明不好 才跟他争遗产的时候 冯磊对老人的怨气呀 也就消了一大半 不但同意了把房子给小明 还愿意多给儿子和老人分些钱 当理法官把这一切告诉张大妈的时候 得知真相的张大妈也心软了 最终双方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 房子所有权归小明 小明结婚前呢 冯磊有无偿居住的权利 现金部分 冯磊只要两万块 其余五万元呢 都给小明和张大妈老两口 调解结束的时候 小明借口要去学校 让姥姥姥爷先行离开了 接着小明对冯磊说呀 爸爸等我结婚的时候 如果你愿意 就还跟我们一起住 案子到这儿就全部审结了 但是小明的举动和话语 却直戳心窝 纵观整个案件 王芳因为一个女同学 和冯磊产生了误会 最后俩人闹了离婚 张大妈又因为之前女儿的误会 对女婿产生了偏见 结果呢 导致了一而再 再而三的诉讼 一家人如果从一开始 就能够相互体谅 不猜忌 不怀疑 把该说的话都说开了 也许后面 也就不需要花费 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 通过这么多次的诉讼 来解决当初的矛盾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再见 一把火 儿子竟烧了自己家 赵海用打火机点燃了两个房间 这股邪火从何而来 他的愤怒又因何而起 都给我滚开 我要让他好看 究竟是什么伤了他的自尊 放火烧家的他 又将面与怎样的惩罚 刘平法官明日为您讲述 儿子赌气把架烧